今天这番题是跟大家介绍我在去年的第七届十强赛中和马晓春进行的决赛 十强赛是中国一种很特别的比赛 是由十名棋手分成两个组 根据投票的结果蛇行编排 那我和马晓春两个人在分组赛中分别取得了小组第一名 然后进行了冠亚军决赛 下面我们介绍的就是这盘冠亚军决赛的棋 我是拿黑棋先走 这盘棋是在这个成都进行的比赛 当时是成都卷宴场赞助的比赛 所以这个比赛又称为五牛杯 这盘棋的布局是下得非常快 因为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布局 现在这个尖比平时稍微比较少见 跳这个多 现在白棋主要是考虑黑棋可能会扩张形式的棋 所以就尖了 这个从后来的局面的进行来看 这招尖比这个跳的要好一些 这招大飞挂也是 马晓春显得比较清零的一招 如果挂得比较近的话 被黑棋紧紧的加住 可能就显得比较局促了 这样比较从容一些 黑棋还是贯彻这个 在这个下边的扩张形式的一种下法 黑棋跳 这个是在这个局部的一种定式的下法 大家注意啊 这个白棋一定要多长要在飞 如果直接飞的话 黑棋可以就把这个粘住 这样是先手 因为它底下有跨段 这个冲下来 所以呢 这个 那个 不长这个的话 被黑棋一接 如果白棋在乎的话 先手接的话 这边的模样非常坚固了 所以它一定要先长一个 用它长一个再飞 这样呢 这个地方就有冲了 这有断了加的这个手法 所以呢 这样的下来呢 是在这个局部中的双方是最正常的 黑棋下来就走这个 呃 换车扩张的一个形式 白棋打入 这个是要紧的 假如现在不打入 再给黑棋走一个 再打入就要被吃掉了 黑棋这个煎顶 现在是比较普通 因为这样当时觉得也相当不错 实际上这个棋呢 可以考虑 挤一个 等到白棋接上的时候再煎 如果白棋过的话 黑棋可以断 白棋不大行 现在呢 嗯 直接煎了 这个是比较这个 普通的下方 压一个 嗯 压一个 嗯 这样 嗯 如果你看过这样的 嗯 布局中见过这样的 下方吗 挺少 挺少 是是比较少 嗯 现在白棋这个飞压 白棋这个飞出来 黑棋压白棋长 就可以看出当初这两部棋 可能有问题 如果没有这两部棋呢 黑棋降下来 白棋可以拆一 黑棋大概飞住 那么白棋这一拖 黑棋不能里头搬 只能外上搬 特别配搬 黑棋再接住 那么 白棋就活了 如果成为这样的结果呢 黑棋就作战就显得不成功了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这个交换 黑棋这一拖可能就不一定下在这儿了 这样空就被掏了 对对对 通通被掏光了 就是干的这种 这个中间的一些草肚皮了 咱们围棋不是说 金角银边草肚皮 这个地方边是银子 边弄走了 所以我感觉啊 所以我感觉啊 白棋这个间交换不太好 那现在在开一之后 这个地方已经被黑棋占了 所以白棋要从外面走 对 这先冲一个次去很要紧 如果慢冲的话 如果慢冲的话 先走这个 它拐 这棋就很难吃掉 因为它这有一个搬出来的味道 这有 这有打吃 这也有打吃 所以这个两个等了 还有一些气井 冲一个呢 就没这个问题了 这就是 现在这 刚才是 这地方是两棋 现在这多出一棋 三棋 白棋不敢接 如果接黑棋 飘大概白棋要死掉了 这个出头太困难 所以白棋采用气子战术 冲 断 黑棋断 对 黑棋断 这就形成打结 提 白棋这个肠呢 你可以考虑打吃这个 打吃这个 黑棋 站住 白棋再提结 黑棋站住 白棋尝出来 这时候呢 黑棋只能走这个了 因为这个 一手补 补了没有什么便宜 那样它可以断进来打结 可以走成这样 白棋 吃 这样 踢掉 它这个是解 一吃 接住 再提回来 黑棋 有这个 白棋踢掉 黑棋扳掉 那么这样呢 全局上来看呢 黑棋还是占优势的 因为黑棋这块的木数相当的大 有二十好几木 跟白棋这样的比呢 一点都不小 就是说这个 那么这个角跟这个角呢 差不多抵消 那这个地方外面的形式都是黑棋的 所以黑棋还是优势 并且优势相当的大 但是呢 白棋这样呢 下比它后来的下法要好 这个后来的下法是 可能是马小生在计算上有失误 你有注意到黑棋有一个妙手 这样没拍 这个没打 就直接退出来了 黑棋沾上 黑棋沾上 现在黑棋沾上 就跟刚才大家注意 这件吃 他提过来接上 这样在这的话 这个则吃 没法吃 现在能吃这个则 跟不能吃这个的 起码差十目 也就是中国的时候 差五个子以上 那个差距非常大 这个 无论是业余器手 和专业器手 如果差十目的话 是不是都是很大 刘宏你这个平时 如果是差十目的话 那你选择的时候 是不是肯定要走这个 便宜十目 当然 对 这个长出来是需要勇气的 一定要计算清楚 如果计算失误的话 那么就全盘崩溃了 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 我记得当时在比赛中 我是想了很长时间 但这个点后跑 黑棋形势也不错 就是能跑的话 白棋就 崩溃了 不跑也可以 不跑形势也不错 在外面走一个 白棋补一个 再走一个 现在能跑的话是 给白棋致命的一击 这点算得特别 现在这个长之后 这个 可以说是给咱们这个 爱好者可以推到题 黑棋怎么跑出去 跑出去 黑棋就是巨大的优势 跑不出去就被吃就输掉了 然后普通的看啊 最简单的是跳 跳一个 先跳到这儿 先说跳这个吧 这一瓦肯定死了 一瓦就 肯定死了 你说肯定死了 那因为你水平比较高 还有很多人觉得这个 不一定死 我现在吃这个呢 这样吃 滚了 对 这就成这个 滚成一个 不管是肉包子 还是什么包子 就给扭羊头扭死了 所以这个跳不行 那么 这个呢 这一扳 等于又 又还原了 还原了 也不行 它这个棋呢 它可以先打这个 接上 再打 你再跑 再打 它再跑 再长 但是这时候 它可以扳 这棋 这棋 还是 不行 这随时有一个 扑子 就是 一呼 一吃 再吃 这还都得给卖了 都得给卖了 打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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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它再拐下去 还是不行 所以这个棋 黑棋 不成立 不能这样走 这个走不行 那么还有一种下方 是定 这个定啊 白棋 顶住 顶住可以 它扳 它推 它接住 扳 它扳 挡住 这时候黑棋 比如说这个气 不然的话 那个 你松一点 它就把外边一捕 跟这个杀气 气不过 只好走这个 断 这样 接上 如果接上 那一度过 就吃掉了 所以 黑棋还是不行 不行 黑棋 还有一种下方 就是这个时候 可以扳这个 这样下方 它能行 吃 它接住 它一起 虎一个 黑棋吃 黑棋只用吃这个 因为它这儿一冲啊 你挡不住 挡不住 就蒸掉 你退它一冲出来 这样的意思 宽了一口气 宽了一口气 再走这个 但是这样呢 黑棋一点便宜也没有 吃了这个石鸿齐啊 外面的都是白棋 这个子 打车也变成厚索了 因为它这个是先手 这样全局来说 黑棋不行 即便吃了的话 也是 贪得一点 小力 这个 对全局 损失很大 所以这个下方 也不成立 那么 唯一可以成立的呢 是这个 这我是想了很长时间 平时我这个比赛的时候 下一次棋都是比较快 这招棋呢 想了 就是 他 马小车在这断身手 黑棋长这个 想了很长时间 主要是计算这个 这招棋以后的变化 这招棋以后 白棋最厉害的是做这个 这招棋如果能成立的话 黑棋就崩溃了 但幸好这招棋不成立 还可以尝出来 它搬 就拐下去 挡住 就把它吃掉 如果 那个 白棋这个能成立的话 黑棋就完了 接上 就从一路打吃能成立的话 黑棋就完了 但是现在呢 黑棋一提 从这儿能吃出来 由于这儿呢 有个打吃呢 所以呢 白棋包不住黑棋 那么白棋就这个吃不行 那只好从那儿吃 黑棋提掉 白棋再立 黑棋团住 那么下面呢 黑棋一爬就活了 虽然外头毛病很多 但是也必须挡住 现在就成为双方的生死决战 现在就好像象棋似的 两个人都要叫杀对方 就看谁快 白棋往下一立 黑棋就没气了 这就 要被吃了 假如虎通的话 这么一段吃 沾上 可以长的话 白棋这三个呢 也跑不了了 但是白棋现在有三棋 黑棋这儿也是三棋 白棋先走 黑棋就死掉了 如果 黑棋从这边收起 一段 它也是一接 你这儿一接 那么它 也是三棋 那边也是三棋 又是白棋先动手 粗看这样的话 黑棋就崩了 实际上呢 黑棋有妙手 当时呢 就是这个一代呢 我想了很长时间之后呢 发现 可以这儿叫吃 天上 天上 然后 斑 对了 这个斑呢 是关键 现在白棋 就逼过白棋 必须得打这个 如果直接往外跑的话 那就被一起吃了 所以必须得走这个 尝出来 尝出来 再吃这个 那么现在这儿就一吃 一吃 已经把这儿蒸掉了 所以白棋这个还不成立 必须得打这个 必须得打这个 这个时候再往前吃 你看出来吗 如果你提的话 它长出来 还是那个 黑棋不行 所以黑棋现在 就是这 提不行 如果长的话 它一长 你挡它 从这儿叫吃 给你吃掉了 所以这招提呢 也就是说 这两个都不行 只要被它一躲在这儿 就不行 所以要走在这儿 白棋提了 白棋提掉 黑棋怎么办 吃 对 黑棋叫吃 再吃白棋从这儿吃 对 粗一看 它从这儿吃 黑棋就被吃掉了 但是黑棋 黑棋对 可以立 如果 这个棋提这个的话 它一提 黑棋就完了 但黑棋这个立 这番棋这个 实在是非常的精彩 一立的话 从这种局面 是白棋不行了 如果白棋 接着 黑棋一提 这是个打结 这个结一打输了的话 从外头是 一塌糊涂碎了 里头这儿 一叫吃也死了 有没有合适的结材 相反的来说 黑棋打白棋 这儿叫吃 叫吃 拐头 这都是结 所以说这个 从这个结果呢 白棋是不行的 这结白不能打 黑棋立下来的时候 白棋 黑棋立 白棋只能 从这儿搅吃 从这个就能搅吃 那么黑棋呢 提过来 不 只能这样搅吃 你一提过来 就变成后手结了 要先吃这个 它提 再提过来 现在白棋呢 不能 步子迈得大 一大黑棋 这么一提 一吃 如果肩上 黑棋一挡 它一立这个 一叫吃 踢结 外头黑棋好多个结 白棋找不到集餐 白棋就崩溃了 那么 不能这样打结 只好往里头尝 接上不行了 再往里头尝 叫黑棋踢结 白棋 结住 黑棋顶一个 白棋就完了 又呈现刚才那情况 一立 它叫吃 还是打这个结 打这个结呢 黑棋 白棋找黑棋 一个结都没有 这个都不是结 因为它这儿有这个 是 这个外面都碎了 相反的 黑棋找白棋 这儿 这儿又打吃两个结 白棋肯定不行 所以 有这个变化呢 使我 感尖这个 否则的话 这个棋要出 好像要出人命似的 幸好这个时候 是在上午 我还没有特别缺氧 还能计算 当然 白棋还可能走这个 这个当然不行 黑棋接上白棋就 滑了 马小说在这地方呢 也是想了相当长的时间 虽然开始双方下的很快 但这个地方呢 双方都想了很长的时间 最后没有办法 只好尝出来 尝不来 这个时候 黑棋 应该断吃一个 这盘棋就 不用继续往下下 站着 站着 飞出来 好像有点进去的感觉了 这个就 它再早就补不进了 哪怕尝一个黑棋再补 这地方的形状就不好了 现在呢 黑棋直接飞 白棋一虎 黑棋一接 白棋再虎 全都连回去了 但是呢 黑棋中间有一个 线索便宜 这样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全局的形式 给大家判断一下 黑棋这块啊 已经有二十好几摩 一段吃就三十多摩 那就说这块棋 黑棋是将近三十摩 因为这些都有威力 后来这个棋 这个的威力很大 白棋这块棋呢 只有十摩都不到 一二三四五六 这个两摩都很难算 因为它打吃之后 它也可以吃这个 就是说 十摩弱 跟那个底呢 差了二十多摩 这块棋呢 十摩左右 加上这块棋 加上那呢 跟这个还要差十摩以上 这个棋跟 这两个这些棋呢 当然黑棋不错了 该黑棋下 因为黑棋这 棋比它 两个棋是一个棋 在这 现在又该黑棋下 这个白棋呢 虽然现在没有 受工的这个 马上没有受工的危险 可是究竟是没有眼味 还没有 是白棋的负担 比如说黑棋以后收官 这样非常难 就是对它有种威胁 那么再从这儿跳出来 就慢慢地就要受到威胁了 黑棋这样如果飞的话 这块棋 木槿打得不得了了 所以从 这盘棋下到 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已经是黑棋取得了 决定性的优势 虽然最后 这个 马小车有进行了 顽强的抗争了 后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都出现了很多激烈 而又有趣的变化 但终究是 上来吃亏太大了 最后黑棋盘面 领先十一亩 中国规则就剩了 二有四分之三 我想这盘棋最主要的精华呢 是在这个 这个一带 咱们现在把这个 精华都已经 介绍了 所以就用围棋的一个谚语 就应该是 精华已经多看气 后边都是刀康 咱们就可以气掉了 就可以看下一盘了 下一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